民進黨罷免謝國昂這一戰 註定失敗 絕對失敗 我這一兩天每一天都在看林宥昌的臉書 我想看看林宥昌臉書 到底又寫了些什麼 結果昨天一篇寫颱風給大家看了 說颱風怎麼樣怎麼樣的 結果人家颱風多少人按讚 450人 所以怎麼講 現在連林宥昌都沒有人在理他了 民進黨現在搞的這些 暴富性罷免 暴富性的這些 莫名其妙的這些罷免舉動 我跟你講太噁心了 選民四名全台灣人民 都已經看破你們的手腳了 國民黨該不該反擊 國民黨該嘛 為什麼要這樣講 不是只有你民進黨可以罷免國民黨 OK 國民黨為什麼不能罷免民進黨立委 你們要玩暴富 我們也可以玩 我們也可以做 這些民進黨立委喔 不要覺得說喔 你們只有靠著一張嘴 喔就可以不斷的去羞辱 國民黨跟民眾黨 回過頭來 明年的2月的時候 如果這次謝國良罷免案沒有成功 我認為國民黨就應該趁勝追擊 應該在明年的2月 對於這些民進黨立委發動反擊 我們就是以齊仁之道還治齊仁之聲嘛 就這麼簡單 這個謝國良喔 這個罷免案 我說真的 國民黨民進黨沒戲了啦 民進黨沒招了 我這都講過了 大家可能說 啊齊仁你有沒有點新名詞 好我就跟大家講 民進黨罷免謝國良這一戰 注定失敗 絕對失敗 我就講個不好聽一點啊 我這一兩天 每一天都在看林宥昌的臉書 我想看看林宥昌臉書 到底又寫了些什麼 結果呢 昨天一篇寫颱風嘛 給大家看了嘛 說颱風怎麼樣怎麼樣的啊 結果人家颱風 多少人按讚 450人 所以怎麼講嘛 現在連林宥昌 都沒有人在理他了 對不對 你身為所謂的 差良團體 暴富性罷免的背後 最大淫無者 結果你的聲量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你跟我講說 你想要把謝國良罷免掉 你會不會想太多啊 我跟你跟大家說過 民進黨現在搞的這些 暴富性罷免 暴富性的這些 莫名其妙的這些罷免舉動 我跟你講太噁心了 選民四名全台灣人民 都已經看破你們的手腳了 代表說你們這些罷免的舉動 是沒有意義的 是不具任何正當性的 所以你們注定失敗 我講過了 所以我講嘛 雖然說會失敗 那除了失敗之外 國民黨要怎麼樣反擊 國民黨要怎麼樣Fight 國民黨該怎麼辦 我跟你講今天 林傳媒有一篇 我給大家看一下 先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林傳媒有一篇啦 這樣講喔 列殺二十綠尾名單 列殺二十綠尾 簡單來講就是怎麼簡單 我們之前講嘛 說什麼葉元資啦 王洪威等等啊 這些人啊 都有可能被民進黨鎖定罷免 因為 差狠性 那除此之外 國民黨該不該反擊 國民黨該嘛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不是只有你民進黨 可以罷免國民黨 OK 國民黨為什麼不能罷免 民進黨立委 我就講過了 你們要玩報復 我們也可以玩 我們也可以做 OK 好 好 那我們就講嘛 你看今天就是這樣講 我們來我們先講 我們從這一開始嘛 來我們慢慢看 吳思瑤 民進黨團幹事長 他選那個北市第一選區嘛 當時跟國民黨張思綱嘛 兩個人差距 差多少 差兩萬 兩萬左右 那再來吳佩毅 跟鍾小平 也差距不大 對不對 差大概八八九千票 來蘇巧惠 也差不多 跟洪家軍也差不多 那個吳秉瑞 大秉 跟這個蔣新章 也差距不大 對不對 我看南部也是一樣嘛 一堆啦 總共20名立委啦 反正簡單來講 這20個國民進黨立委 跟國民黨立委喔 說真的 這個名這個他們的 當時在2024的投票率也好 得票數也好 其實都差距非常的近 那只是說誰要 誰的仇恨值高 我們就身對誰嘛 就這麼簡單嘛 好嘛那那那你說 你說那國民黨為什麼要這個 報復性罷免 那我給大家看看啊 來 為什麼 你說罷免是需要正當性 罷免是需要理由 我都能理解啊 民進黨這樣 國民黨當然也是要這樣做 對不對 不要只有說 我只罵民進黨 不罵國民黨 國民黨做錯事情 一樣照罵嘛 該罵就要罵 代表台灣人民的心聲 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 好不好 不是只有你們這些政治的 政客可以綁架我們 大家都很聰明 不會被騙 所以講嘛 回到來 我們每次都講說 畫面會說話嘛 那些畫面就是血淋淋 真實的擺在眼前嘛 啊對嘛 來 我們看一下 吳思瑤 為了 罷免 為了霸占主席台 你看看他幹嘛 吳思瑤 好 這是吳思雅 好不好 吳思雅吵架衝第一 好不好 這個當幹事長嘛 就必須得這樣做嘛 那除此之外還有幹嘛嘛 你看嘛 吳秉睿我剛剛不是有點到嗎 吳秉睿 我看吳秉睿在過去在立法院可兇的咧 派 記者也是沒大 他完全不甩記者 他沒說委員不好意思 可以讓我訪一下 好不好 不好意思 為什麼 這我不會啦 我不懂 就走了 就走了 這吳秉睿 你看吳秉睿在幹嘛 你看看看看看 你看 一見不合就要罵人啊 你看看看 你看看 你不合唱不要說啊 來 各位 提案被退 李治憲斷裂 來 所謂提案這件事情嘛 就是立委要提案嘛 那提案當然是要經過 法定的人數同意啊 表決之後才可以 才可以進行討論嘛 日本就是這樣子啊 奇怪 尊重民主好嗎 尊重少數服從敦述這件事情好嗎 你看吳秉睿那瞬間李治憲斷掉 那你說這樣的立委 夠格嗎 夠格當立委嗎 對不對 那我們也可以想說 我們可以罷免你啊 對吧 所以國民黨現在已經開始做反擊了嘛 不要再說國民黨是軟式子 不要再說國民黨太軟弱 所以我說國民黨 該硬的時候就要硬起來 不過還是要提醒 國民黨在任何 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回到剛剛一開頭講的 要特別當心 要特別小心嘛 謹慎才不會被對手陣營民進黨抓到小辮子 對吧 那我就講嘛 你說這兩個畫面還不夠精彩嗎 還不夠還不夠 好那再給你看看更精彩來 來 幫大家重溫一下好不好 當時我們的這個血戰議場 這個場景有夠誇張的來 我們這個沈柏洋 沈柏洋 很兇很兇很兇 你看看 張宏路也在笑 好不好 李柏毅 邱志偉 沈發衛 這幾個都是剛剛在那個20個被罷免的立委名單裡面喔 各位出去看喔 好 結果自己摔下去了你看 好 最後跟大家報告啦 剛剛那一幕喔 不是沈柏洋摔下去嗎 那你知道當時 好在另外一個視角就是從 那個門的後面喔 有一個視角 有一段話傳出來 王定宇說什麼 快點上去 踩著我的背上去 踩著我的背上去 你自己不上去 你要叫沈柏洋上去送死 結果沒想到 現在回過頭來說 都是國民黨把我推上去 你們先把你們自己的立委 往死裡推 往戰場裡面丟 你們把同志 不顧他的死活 往火坑裡面跳 丟到火坑裡面去 然後呢 最後講說 國民黨好暴力 民進黨一樣啦 好不好 都一個樣 所以我就講嘛 這些民進黨立委喔 不要覺得說喔 你們只有靠著一張嘴 就可以不斷的去羞辱國民黨跟民眾黨 回過頭來 明年的2月的時候 如果這一次謝國良罷免案沒有成功 我認為國民黨就應該乘勝追擊 應該在明年的2月 對於這些民進黨立委 發動反擊 對不對 你說要搞仇恨 那 是你們民進黨 逼我們國民黨這樣做的嗎 那我們就是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嘛 哈囉大家好 感謝您收看我們中天 二台用心製播的節目喔 喜歡的話呢 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 並可以持續的在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同一個時間喔 繼續的來收看我們精心製作的節目 那現在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產品喔 那就是中天保養品牌 Ks 所推出的最新產品 Ks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而它的成分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有避免藍光神盾的照照直萃 能防禦環境裡的3C產品 以及各種光源對於我們肌膚 所造成的各種傷害 還添加了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我們的肌膚喔持續的活化 繼續的維持年輕 而這支Ks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呢 不論是在你出門的時候 或者是你出去遊玩到海邊 絕對都是非常必備的一上利器 365天呢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讓你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靈一瓶就能搞定 您的保養日常就交給Ks吧 好了一定很多朋友會問說 這插起來到底會不會像 坊間的這個防曬乳啊 有點黏黏的 或者是有點不舒服的感覺 放心放心 完全不會 因為這支產品喔 它插起來的感覺喔 真的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完全不黏膩喔 不含香料啊 所以這個兒童 孕婦甚至全家人喔 都可以來使用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請到快點給我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852 將賞有更多折扣喔 我可以是輸入推薦 好了嗎 萬一 我相信不能說